一鸣哥 他已经离婚了 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 所以 我有权知道他的所有事情 是所有 等熟悉了之后 接管工作你就接过去 好 大麦姐说 任总监今天要出去见客户 我把客户资料都准备好了 需要注意的细节 我都贴上了便签纸 您您看一下 做得很好 好 这样吧 你和我一起去见客户吧 好 时间也差不多了 收拾东西 走吧 我先处置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 可欣做事情还是很认真的 嗯 比那事靠谱多了 对啊 还比得漂亮 那 没有事靠谱多了 我说我 你能不认真的吗 我说你能不认真的吗 你能不能认真的吗 你能不认真吗 我能认真吗 而且人也很好 新来的助理 我不是还在吗 还有 我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 一鸣哥为什么跟别的女人出去了 凭什么让你知道呀 你一个小助理 我至于跟你汇报这些事情 大麦姐 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 你谁呀 你们都不知道吧 一鸣哥 他已经离婚了 我是他现在的女朋友 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 所以 我有权知道他的所有事情 是所有 你明白了吗 您好 好久不见 没 先去里边等会儿吧 好 新来的吗 嗯 新助理 你过得好吗 非常好 你 现在在哪儿高救啊 在一家新媒体的平台 新工作很有挑战 哦 对了 我邀请了安安 自我节目的主持人 安安 什么样的节目 一档关于美食和女性生活的节目 安安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美食主播 真是没想到 他也能做美食主播了 他现在的状态真的很好 你们俩 可惜了 你现在和十月在一起 希望你们能幸福 我爱有事 先走了